威乐消息来看到是萧亚轩前往到大陆湖北商业 21号要搭机返台时 却传出说她当时因为素颜不方便和工作人员拍照 竟然遭到了主办单位软禁在饭店长达三个小时 原来是当时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要求跟萧亚轩拍照 不过当时的萧亚轩因为刚起床素颜还没有化妆 而且赶着出门搭机 所以是被经纪人给婉拒了 只是原本要在萧亚轩去机场的保姆车 却也临时被撤掉 另外轿车之后又被二十多名的壮汉围住 萧亚轩认为对方欺人太盛就是不肯给拍 结果就和经纪人返回房间 因此被软禁长达三小时 后来是透过好朋友房组民请成龙来帮忙 也终于在四点多脱险离开了饭店返回到台湾